誰說雪糕和雪條很邪惡? 最近就有幾位冰品天使登場 標榜健康又好吃 首先出場的是最美無添加手工雪條 只看上去真是美得不捨得吃 兩位美太太最初自己做雪條 只是想子女吃得健康 誰知因為太受家長歡迎 結果成立了Lotter Size Pops 品牌 做私人訂製和供應給餐廳 為何會做得這麼成功? 除了賣相夠美 還因為他們堅持用新鮮食材 小糖、零色素、零添加劑 兩位美太太 早上五六點就去果欄買水果 用很多時令水果做材料 口味配搭都很有新鮮感 好像士多啤梨雪條 加入了鮮榨橙汁 酸酸甜甜又開胃 芒果椰子味雪條 幾乎用完整個芒果肉 加上椰汁很清新 他們居然還用香草做雪條 例如菠蘿配羅勒 西油配迷迭坑 很少人會用香草做雪條 但出來的效果都很不錯 既吃到淡淡果肉 又吃到清新的香草味 雪糕通常都用牛奶做 但牛隻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想支持環保 可以選擇這個不用牛奶和忌廉做的素食雪糕 一般用豆腐和米漿做的素食雪糕 會沒有牛奶的潤滑 質感很粗 但這款素食雪糕就用了椰奶 椰子油有滋潤作用 吃起來都很夠滑溜 再加上水果 和標榜無添加人造味精 食用色素和防腐劑 感覺好refreshing